5月24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遗体送便仪式在长沙举行 袁隆平生前亲朋好友以及社会各界人士 大清早便来到长沙市民阳山殡仪馆排弃长龙 与袁隆平进行最后的告别 5月22日13时07分,袁隆平因病一致无效在长沙市市享年91岁 袁隆平逝世的消息发布后,社会各界悲痛万分 连日来,在长沙市民阳山殡仪馆和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设立的调研厅里 从中国各地赶来的民众让献花队伍从凌晨排到深夜 只为送列元老最后一程 其实我们这一代,因为我是九几年出生嘛 确实真的没有经历过老一辈他们口中所说的那种饥饿 但是就在家里听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那一辈在讲的时候 就从他们的那一种话语里面,以及他们对于过去世间一种感受里面 我觉得他们给我们传达出了这一种 当时面对饥饿嘛,确实没有办法 但是袁隆平院士站出来了 为这个水稻事业真的奉献了这么多年 他的终其一生都在为水稻事业而奋斗 就觉得这是你袁隆平最近的一次了吧 不少身在异地,无法第一时间赶到长沙的民众 也纷纷通过网络下单,委托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献上鲜花 一位直到23日晚才请到假 从工作地广东韶关连夜赶回长沙的消防员动情地说道 他老家是长沙流洋人 小时候因为生长在大山中,耕地不够 一家人经常吃不饱饭 是袁爷爷带领团队不断提高水稻产量 才让仅有的耕地养活了他一家人 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吃不饱,穿不暖 我爷爷也跟我讲,我爸爸也跟我讲 他说小时候家里穷,吃不上饭 后来袁爷爷研究了水稻之后 家里面就吃得上饭了 我说不管我在多远的地方 我都要赶回来看袁爷爷最后一程 记者在现场看到 当天的送别仪式极尽简单,没有到辞 吊咽者向袁隆平遗体三鞠躬,围绕灵鹫一圈 与袁隆平做最后的告别 袁隆平的家属在告别仪式后 以书面形式致答谢词 感谢举国上下对袁隆平的敬重与爱戴 将秉承袁隆平发展杂交水稻 造福世界人民的遗愿,砥砺前行,不负期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